记者曾乃强加以报道,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是国内知名景点, 有网友在脸书爆料公社发文表示, 本月6日与同行友人入住游乐区内的例行山庄, 一人一间房,一碗1200元,房间墙壁不但漏水,发霉, 房间还充满霉味,提醒大家小心踩雷, 对此,经营地形山庄的阿里山乡民众服务社理事长叶秋元回应, 会加强清洁,太换除时机,让旅客有不愉快的感觉感到抱歉, 叶秋元说,山庄建筑在1980年代所建, 距今近40年,装潢老旧,加上山区湿气重, 室内装潢确实有发霉情况,原设有16间客房, 可营业只有12间,允诺会加强清洁与管理, 网友形容墙壁因漏水发霉而整片发黑, 床及棉被也有霉味,连除湿机一打开也冲出一股霉味, 他们将除湿机滤网拿去洗,水都是黑的,实在傻眼, 洗完后装回去重开除湿机,才勉强在房内睡一晚, 直言就算给1200元也不会入住, 网友留言直呼毫无心,这根本废墟吧, 送我都不住,山区湿气重可理解, 但这很明显根本没在打扫, 说火在现场我都信了。